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薪酬透明政策正在成为常态60%的企业积极分享职位薪酬范围 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在美国 薪酬透明政策及企业积极分享其空缺职位的薪酬范围正在成为常态 根据薪资调查公司Payscale在2023年底对5700多名商业领袖和人力资源专业人 Mobileye涨超6%将为奥迪 宾利等豪华品牌提供驾驶辅助软件 格隆会3月20日英特尔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Mobileye Global MBLYUS涨超6% 报30.09美元 消息面上 Mobileye将为大众汽车旗下的奥迪 宾利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通胀仍在下行轨道上 美联储6月可能降息 3月20日消息 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Jan Haciers表示 尽管近几个月数据有所上升 但美国通胀率仍在下降轨道上 支撑了该行对于6月降息的预期 腾讯高管解读Q4财报 相信游戏营收Q2将开始改善直播与号商业化进展很好 腾讯控股今日发布截至12月31日的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第四季度 营收为1552亿元 同比增长7% 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为270亿元 同比下滑75% 西南航空与空城人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 格隆会3月20日美国西南航空表示 已与空城人员工会就一份涵盖近2万名乘务员的新合同达成临时协议 该航空公司的空城人员一直要求在新合同中提高薪酬和改善工作规则 Mobili将为奥迪 宾利等豪华品牌提供驾驶辅助软件 格隆会3月20日英特尔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Mobili Global将为大众汽车旗下的奥迪 宾利 兰博基尼和保时捷等豪华品牌提供驾驶辅助软件 阿里减持小鹏汽车套现3.22亿美元 格隆会3月20日小鹏汽车3月19日宣布与阿里巴巴旗下淘宝中国中职有关董事委任的协议后 随即遭阿里减持 据IFR 阿里今日在港股收市后 在市场已折让1.4%至2.9%的价格 欧盟你推出指导方针打击选举虚假信息 大型社媒平台或遭罚款 随着欧盟推出首个打击选举虚假信息的约束性制度 大型网络平台将在数周内或因监管松懈而被欧盟罚款 据消息人士透露 欧盟委员会最快将于下周通过指导方针 早盘 美股小幅下滑市场等待联储决议 20日晚 美股周三早盘小幅下滑 投资者等待美联储的最新政策决定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今日将维持利率不变 MicroStrategy跌2.4%本周以内跌超22% 比特币一度跌破61,000美元每 隔龙会3月20日MicroStrategy跌2.4% 报1383.43美元 该股二月股价翻倍 而本周迄今已累计跌超22% 比特币日内一度跌破61,000美元每 为3月2日以来新低 联合国机构报告 2022年全球产生6200万吨电子垃圾 柏林3月20日电联合国机构20日发布的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显示 2022年全球范围内共产生6200万吨电子垃圾 其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被回收利用 全文拼多多Q4业绩会实录 双11百亿补贴用户突破6.2亿公司还处于投资阶段 拼多多今日发布了截至12月31日的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第四季度总营收为888.810亿元 同比增长123% 市场预期798.74亿元 欧盟委员会提交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提案 据当地时间20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宣布 已提交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提案 冯德莱恩称此前他已告知欧洲议会 金山云一度大涨近20% Q4调整后毛利率达15.2% 再创新高 金山云 KCUS 一度大涨近20% 最高处及3.85美元 金山云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 总营收17.22亿元 环比提升6.0% 其中 公有云实现收入10.52亿元 环比增长3 金山云Q4实现毛利润2.53亿元 同比涨56.3% 以技术创新银行业新变化 金山云 KCUS 3月20日 每股盘前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 受益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新机遇及小米 金山生态赋能金山云Q4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Aquinix一度跌约5.6% 星登堡研究称做空该股 数据中心运营商Aquinix盘出一度跌约5.6% 最低处及796.9美元 做空机构星登堡研究周三表示 它已开始做空Aquinix 指其交易价格处于高位 中通快递一度涨超5% 去年盈利双增拟派息0.62美元 中通快递 CTO US盘出一度涨超5% 最高处及22.8美元 H股今日收涨近7% 中通快递最新公布的业绩显示 2023年收入384.19亿元 同比上升8.6% 盈利87.49亿元 同比升28% 特斯拉涨1.6% 消息称特斯拉中国将于4月跟随北美和欧洲市场涨价 特斯拉涨1.6% 保174.12美元 消息面上 特斯拉中国内部消息称 特斯拉即将在4月1日官方涨价 Model Y车型售价调高5000元人民币 同时 Q4业绩亮眼 拼多多盘出大涨超16% 格龙会3月20日美股市场拼多多 PTTUS 跳空高开 盘出一度大涨16.15% 保148.3美元 创1月12日以来新高 消息面上 拼多多盘前公布业绩显示 纳斯达克跌超4% 迪拜证券交易所将减持约1%的股份 纳斯达克 NDAQUS 跌超4% 报59.85美元 消息面上 纳斯达克的主要股东迪拜证券交易所将减持大约1%的股份 此次发售涉及约2696万股股票 每股定价59美元 开盘 美股周三开盘涨跌不移市场关注美联储会议结果 20日晚 美股周三开盘涨跌不移 投资者等待美联储的最新政策决定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今日将维持利率不变 西班牙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正在观察紧缩的影响以判断是否需要调整利率 西班牙央行行长表示 欧洲央行决策者正在观察其紧缩政策是否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 以至于需要调整政策 Pablo Hernandez Telsea Advisory上调百思买评级至跑赢大盘目标价上调至95美元 格隆会3月20日Telsea Advisory Group将美国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的评级从与大盘同步上调至跑赢大盘 理由是在连续9个季度的负收益之后 事关外资 多部门发声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 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快手高管解读Q4财报 电商仍在快速发展快手商城将持续超过大盘增长 快手今日发布截至12月31日的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第四季度营收为326亿元同比增长15.1% 净利润为36亿元 而2022年同期亏损15亿元 瑞安航空CEO将会见波音高管讨论飞机交付长期延迟的问题 格隆会3月20日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Michael O'Leary周三表示 随着美国飞机制造商危机的加深 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都柏林会见波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贝壳连续单日进行1500万美金回购 格隆会3月20日贝壳连续两个交易日进行了单日约1500万美金的大额买入 3月20日贝壳一日披露报表显示 公司于3月19日回购近105万股Apps 英特尔将从美国政府获得200亿美元补助及贷款用于建设芯片厂 美国将向英特尔公司提供85亿美元补助和至多110亿美元贷款 为该公司半导体工厂扩建提供资金 这是美国政府指在重振国内芯片行业的计划中最大的一笔财务资助 请不吝点资助